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曾毕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次谈谈这个很知名的岛国 有没有去过? 这个挺好玩的 相当漂亮的地方就是 马尔代夫 一个知名的 天堂,度假天堂 没错,被称为国王之岛 马雷就是他们 国家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马尔代夫的 这次选举 又令到西方 和印度相当紧张 台会也很紧张 他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皇帝不急 太紧急了 这个台会经常很紧张 原来马尔代夫选举委员会就正式宣布 选举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反对派候选人 马雷市 首都市长 是 穆伊祖 当选 是马尔代夫新一任总统 其实都是要两轮投票才有 也是一个 精险过程 这位 被西方称为亲中派或亲华派的人士胜选 这个结果再次颠覆了马尔代夫 和 传统盟友印度的关系 这样主张 他曾经说过 就说 要压制印度的 穆伊祖 以及 是亲近印度的现任总统 撒利克 有着不同的外交方针 当然他们就说 马尔代夫这个印度洋岛国 肯定会全面向中国靠拢 别人都没开始做事 你就这么说 其实 说真的 他当然是计 过数 当然每个领导人的 想法不同 他应该是觉得 跟中国合作 看来 好似 好似 马雷市长 首都市长 另外那位就是现任的总统 很快他就 要 没得做 马尔代夫 第二轮选 公布的结果就是 穆伊祖超过五成 当选 马尔代夫 当然是一个赌却 人不是很多 所以 选民的投票量 本来人口也是比较少 官方数据显示 当日 总共有24.6 万名选民 参加投票 你怎么说 二十几万名 但他投票率很厉害 有87% 差了九成 挺厉害的 穆伊祖 有五成四的选票 另外那位 现任总统 薩利克 就是四成六 薩利克 已经在社交媒体上 承认败选 并且向 穆伊祖表示是俗学的 这名45岁 马尔代夫的后任总统 将会在11月17日 宣誓就任 任期五年 为什么西方和印度 那么不安 因为 你知道印度媒体 印度媒体正常一点 因为印度有什么利益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很着急 你看到他们的措施很严厉 当然可能有些人说 口舌 也不奇怪 印度媒体就说 哎呀 我们会失去一个盟友 我相信 这个穆伊祖 他也计算过 如果 有些 对的合作 我相信他也不会 全面这样否定印度 反正都是看看 有什么 对国家利益有 实质帮助 当然你说穆伊祖是不是 和中国是友好 是的 这个也是现实的 由于穆伊祖领导的反对党 进步大会联盟 向来都主张对华友好 其实说真的对华友好 又有什么问题 不过假如在西方世界 因为西方 盟友就是印度 友好 他们是灵和游戏 你和他友好 等于跟我们疏远 也不一定 这个也不一定 这个马尔代夫前总统在执政期间 原来 是 签署了 但是前总统不是 穆伊祖击败那位 是叫亚明 他是签署了一带一路窗议 西方就觉得 现在这个印度 影响力 直接和 中国对决 这是你 想的 我经常觉得 本来 在一个国家 他 接受不同国家的合作 一直都是很正常的 当然 你们经常觉得 跟他在一起 那是不行的 他又搞到你什么债务陷阱 又搞到你很糟糕 当然看到 这些东西也挺好笑的 马尔代夫也曾经说过 就算是反对派 还是执政党 即是 俗称的亲中派和亲印派 上台也好 他们也说 其实中国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旅客去马尔代夫玩 结果一出来 纽约时报就很紧张 哎呀 这场选举既是决定这个小岛 下一任领导人的 一个机遇 亦是对印度和中国影响力 历下争夺的一次公投 说得这么大 公投的话 你不认识了 其实你说这么大 我反而觉得是挺好笑的 可能民众就不是你这些 其实 很多人说什么公投 什么是对中国 对西方什么一票 很多是你们取出来的 根本 当地民众就看到 这个 这个候选人他说得对 和中国合作 那我们 可能对国家有利益 那他就投了 他诶你什么 地缘政治 又说什么 你以为个个好像台媒那么紧张吗 地缘政治很紧张 抗中之制已完成 马尔代夫有没有什么 抗中之制已完成 那些什么 其实说真的一个正常 地方的民众 一般来说就不会咬牙切齿 那当然有些媒体就说到 好像 每个都 很厉害大陆的 如果你看 《自由时报》的老三 你真的以为每天 大陆 都有很多的军备 指着他们 而且民众 好像个个起意 迫他们国家政府 去对着中国大陆 当然 前提之下 只看他们的媒体 那是很严重的事 其实这个结果 印度媒体也说 颠覆了马尔代夫和印度之间的关系 并且预测 这样会推翻 现任总统 沙利克 任期内对新德里 采取外交姿态的努力 路透社更加说 穆伊祖的胜选 令到马尔代夫 向中国靠拢 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要 看看他们上台之后 做些什么 就算靠拢又如何 每个国家都是有 他们自己的 自主权的 不过这么说 又不是每个国家 又是 日本和南韩 有些东西自主不了 对吧 那些就没办法 依赖他们的军事 沙利克 在100年的总统选举当中 是以压倒性的优势 战胜了时任总统 在上台后 推翻了前任总统 亚明 反对印度的方针 转移 印度优先的政策 他恢复了 马尔代夫和印度的关系 印度就向马尔代夫提供了 几百万的基建 美金 几百万美金 的基建 好像 那个数字 稍微 和安全的援助作为回报 相比之下 这个穆伊组就主张 和印度 站开一点 他所在的反对党 进步大会联盟 发起一项印度退出的运动 承诺在上台后 是驱逐印度的军事人员 目前 印度在马尔代夫境内 有 小规模的军事力量 包括 几架偵察机 以及75名军人 就是这样 马尔代夫也不需要那么多军人 反对派人士就担心 这个 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印度 将会主导马尔代夫的政局 进步大会联盟遮点反对党 就认为印度压倒性的影响 对马尔代夫主权 构成威胁 以 这个穆依组 2021年当选首都市长 之前还是曾经担任马尔代夫 住房及基建部的部长 是中马友宜大桥等等合作项目的亲身经历者 去年 穆依组 在中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 如果重新执政 就会 为两个国家密切关系 输写新的篇章 虽然 外媒 就将马尔代夫 大力圈掩为中印 影响力之争 但马尔代夫 政府 始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今年2月 马尔代夫驻华大使 亚兹马 在庆祝马尔代夫 中国建交 50周年 及 马尔代夫 中国 商务投资论坛上说 中国过去的是 现在 会是 将来 马尔代夫 重要的 重要的经济 和商铁发展伙伴 他也说 中国 为马尔代夫的社会 文化 经济 发展 提供了重要力量 受到马尔代夫人民的高度赞赏 马尔代夫 和 中国之间的商业联系 是两个国家长期关系的重要组成 他也说 他相信两个国家 之间 已经存在着友好合作 今后将会不断扩大 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王立新 其实 亦 说过大家都是保持良好势头 两个国家 在一带一路当中会继续合作 中马有 大桥 还有基建等等的合作 当然 现在这位新的马尔代夫 总统暂时未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出来 就是 政策 当然 现在 这个美国之音 他也说 很搞笑 这是新闻来的吗 他就说 马尔代夫 亲北京的当选总统 势然要将国家团结起来 这个不是正常吗 难道我选了之后立刻分裂了国家 之后呢 因为 两边的 票数 也不算相差很远 一般选完之后 都说 吹发和风 没有陈道行 还有现在他们知道 之前圈业入得太厉害 他就说 印度洋 赌国 他们的总统 现在选出来的 要团结起来 之前 民意调查也显示这位亲北京总统势言 要重新平衡 重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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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重新平衡 其实 你们不是应该很自信吗 应该用你们的 感染力 把他们拉回来 把他们改变 应该就不会了 只要这么说 每个国家 他们喜欢 亦都是 他们的考虑 为什么亚明又失败了呢 当时台媒 也是很开心的 你知道 总之大陆 你不要说大陆失败 当然是大事报道 最搞笑的是 台媒又是做了狗腿子 中国大陆大事报道 美国政府可能停摆 好像不单止中国大陆的新闻有报 其他国家也有报 可能也不行 报真事也不行 好像你那样报假新闻 这真是好笑 大事报道 你真是 大陆有些 大陆有些不是新闻的新闻 他们也大事报道 这真是好笑 这个 亚明之前亦是被西方叫 亲中派的总统 因为去年 有贪污和洗颜色钱 的罪名而被定罪 今年8月被最高法院 禁止参加选举 他就支持 现在这位 木依组参加选举 其实 出于 经济和安全理由 印度也希望 对这个国家仍有行控罪权 因为始终他近 始终他近 但是 也是那一句 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包括印度 其实印度 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近 他会觉得 这里是我的地方 你没有乱查那样搞的 通理说 其实有没有乱查那样搞的 貌似就没有 貌似就没有 那 当然他们也涓掩道 为什么这样 而且 马尔代夫 亦都做了一件事 之前的 总统 刚刚 已经刚刚输了 其实他在选举之前 也做了一件事 其实西方 不喜欢 是什么 原来马尔代夫 在一个星期之前 跟伊朗恢复邦交 会不会是 因为看到 跟其他国家 当然很远 伊朗离他很远 但是 这个也是 没什么必要 跟他撑得太行 这次恢复关系 亦是 为什么呢 最主要 都是因为 这个 我们知道十叶派 就是伊斯兰教的两大派 十叶派 佔多数的就是伊朗 顺尼派佔多数的就是沙地亚伯 这两个 中东重量级国家 3月份在北京滑船之下 就达成了 协议现在 基本上都是 完成得挺好的 马尔代夫之前是跟了 他们 即是跟了沙地亚伯 跟了 西方那一套跟伊朗的断开关系 现在 我们也看到 伊朗也说 和马尔代夫共和国 确认恢复外交关系 并且 寻求在多个领域发展合作 这个宣布其实 令人觉得 这么突然 是的 伊朗外长 原来也有跟吉布提的外长 在联合国大会 居行会晤 所以看到一件事 当然伊朗 美国也认为 仍然是关系不一样 应该是差的 但是 这个世界 不像台湾媒体 说这个世界是怎样怎样 全世界 就是 他们的 这个 笔下 好像西方 就等于全世界 不过西方 自己觉得 国际社会就是他们 其他这些国家 刚才说吉布提的 他就说你不是 不过 我都觉得 现在这个世界变了 很多 东西 都是要走向多几 是的 我觉得西方和他们的盟友 是会尽量把 他们之前 打下来的江山 或者说他们 基于他们规则的秩序 应该最准确的基于他们规则的秩序 他肯定会挡挡挡挡 因为 谁不想再 谁不想自己是保持优势 但是 其实戴马sir也说 这种多极快一走 不是那么容易回头 是不会 不是那么容易 是的 你看 巴西就是 还有一个 就是 刚好 以前 你们 不理会的这些国家 刚好 他们刚刚有自己的 这个优势就是 抗产 抗产 所以你说他会再是 好像以前那样 给你一点点东西 感激楼梯 不会了 真的不会了 他们都是知道自己利用 难听说 他们知道自己利用 这种价值是不止这样的 不单只是卖矿 不单只是纯粹卖原材料 你要在这儿建厂 你要在这儿製造就业 你要在这儿 帮我们製造更加多的负价值 否则你只要我买 矿产 对不起 我就不会这样给你做 这样也是一件好事 以往是太多负价值 以往是太多负价值 没错 其实这样也是一件好事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好 那么今节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议题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by bwd6 请击他认识 请击我爱串 感谢观看